你眼睛往上飘 我会刚好看到这个毛燕 这个头盔毛燕 我的眼里只有我的刘海 我们会看到渊穿的其实也有一个洞穴 贵州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喀斯特地貌 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溶洞王国 在贵阳有这么一群探动者 为了探动 他们学会了专业测绘 汉盐 潜水 滑皮滑铁 今天他们在周深 一起探寻贵阳的一个原生态浓洞 很凉快 现在我进空调了吗 14度 现在包括在路边 现在我们要踏一座山 我们这种台阶是哪个看出来的 预测是一切 我们都比空调的 和人们想象的恐怖阴森不同 洞里面不冷不热 还有种特别的安慰人心的寂静 有种特别的 好 这 不想你会砍到你红 洞穴曾是人类最早的栖身之地 走在里面像走过人类的另一个生存空间 洞穴 这是董屋啊 这刚刚给你砍的 这刚刚给你砍的 有啥个屋 嗯 饿了 饿了 变成了这个 他 你都有点想东宠小畅 他有真群和他身体都长出来 好漂亮 哈哈哈哈 那根据小畅 小龚一瓶或者是什么 想要随转的 对 想随转的 有点毛骨重弹感觉 现在又不是好卡的 好像很转的状态 你小心你的东西 没事 我想知道根本就不用怕 哇哇哇哇 小石头 好 你的背上 好 继续 继续 我们现在到处的 后地方 是一个 大斗梯 哦 幻想很好 然后下面 是一个 比较浅的一个底下 水毯 嗯 我们俩准备穿越过去 好的 从这边踩多边 嗯 回来一层 我冬间踩过去 哈 真的好锁藏过 哎 哦 啊 啊 我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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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应该在这边配 哈哈 我就眉不如回来 很多董都跟死后拉门 对 不要拆哪边 直接拆隧道 好 你看 这个水 现在被踩浑的这个 哇 就像一个烧成豹的一个慢动作业 哇 好看耶 哇 就很慢很慢很慢 FEMA 想你是你在 你看 像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梦天 你又相信我们今生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你也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遥 回故乡的第一站 周深来看望自己的童颜阴影 乾陵山的网红猴子 坐农场的一眼发现女儿在农场养得越来越像齐天大圣 曾开面包车到罗马的背椅是贵阳的名人 刚刚闪昏的她在贵阳稳定下来 原始森林中崛起的城市森林林上中国的大数据中心被严重忽视的美食之都 茅台辣酱与折尔根赋予这座城市一种低调的方法 亚洲第一神盘花果园的夜晚属于万人广场舞 文艺青年都不敢去因为一跳就会上瘾 白天这里则是卢生舞的天下 千年以来贵州的少数民族都用音乐与酒欢迎朋友 街板可以甩起来 这是什么 酒 我们家的米酒 我们会喝酒 野生与火辣隐藏于表面的稳重之下 这就是贵阳的味道 贾秀楼明代祺就是文化朝人的聚集地 贵阳南民和尚最灵秀的地标 所以贵阳那首朗朗上口的歌唱的就是 双双的贵阳 我觉得好像每个贵阳人都会 我猜 不如等一下我们去抓个路人 问他会不会唱 你好 你会唱爽爽的贵阳吗 哎 打脸打得这么快 等一下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爽爽的贵阳这首歌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贵阳这座宝藏城市 周深开启了一次特别的旅行 哎 请问你是哪位 啊 好我心啊 哎 你会不会唱爽爽的贵阳这首歌 我 你要干什么 你会不会唱嘛 就 也不是就混那两句嘛 你就 你唱 你唱 你赛来一杯 走 绿绿的贵阳 爽爽的贵阳 哎呦 就这样吗 还有转音啊 好做传 我们都一起吃个饭吗 他拒绝了 好 拜拜我找另外一个人 女女哥 不一样 孙子呢 不一样 看见没有 真的每个人都会唱 周深拨通了高中时期学长的电话 天啊 好 好敲啊 最佳损友说的就是他们仨 一见妙的家 这都是人 有人要这么丢人的 丢不丢人 不是 我俩要董事 不是 我俩要董事 走 我给你吃饭 天 好弄的 走 我给你叫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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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你们还是不是我朋友 我给你叫我开车不是 是吗 我好心理准备 来吧 来吧 师傅 你们要去哪里 接着去 开辣店 师傅 天 你这酒堵汤的 吃完一吃吧 天 他这躺得合理吗 今天开车的路线也是他们 当年深夜亚马路的路线 这一点都被扁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贵阳 周末 贝宜开车 带着新婚妻子和爸爸 到鸭池河郊游 城市离自然很近 在千元之城贵阳市内 仅森林公园就有几十个 其他城市的风景区 对贵阳人来说就是家门口 是他们周末游泳 钓鱼 露营的地方 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真正的旅行家来说 贵阳就是要这么玩 这能踩到 我慢慢 就是直接铺腾下去 那一下就就一个坎 这水清 明天早上起来也有个沉泳 它是那种峡谷 不行了吗 有坑 这滚用吧 滚用 滚用 好像钓那个賴蛤蟆呀 从贵阳开车到罗马 贝宜一度过着在路上的生活 城市定居对它更像是一种旅行 停不下来的它举办了几届陆营音乐节 希望让故乡变得更有趣 就是其实我感觉 很多人都觉得不是贵阳人 但是没有人 比我更爱这个地方 欢迎来到贵阳的后华园 鸭吃火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也许你不怎么认为 我今天罗马朋友问我 贵阳多大 我说 这跟罗马一样大了 哈哈 他们说 嗯 嗯 姑娘不能跟罗马一样大 我也会想那种小时候 厂里那些夜晚 因为都是小的 天天赏月的人 不会觉得月亮好看 就像住在海边的人 也不会觉得大海很美 住在海边的人 想看山 在山里的人 期待海 看不到山又看不到海的人 真惨 他们住在沙漠 看不到山也看不到海 有人住在沙漠 那沙漠就是一片海 城市被群山环抱 自然的土壤 对每个贵阳人 都有特别的意义 农场主一宴打开溶洞 像打开装满宝藏的神奇大门 对于游客 卡斯特地貌溶洞是景点 对于做酸汤的医院 溶洞恒温保湿 适合酸汤发酵 是不花钱的绝佳洞藏地点 酸汤与走向全国 吃货因此尝到了酸汤的风味 而贵州古代不产盐 需要以酸代盐 号称三天不吃酸 走路打窜窜 酸是美食 也曾是贵州人生命能量的来源 贵阳是一个喜欢发现和创造美食的城市 早饭来一碗长望面 晚饭城门下烧烤摊 剩下的时间 用五花八门的小吃填补空白 折耳根 外地人的噩梦 贵阳人的挚爱 翠少 贵阳美食的黄金配角 今天一宴进城找本地电商团队 开发酸汤衍生品 接下来的美食风暴或许会是一趟 蔚蕾上的云霄飞车 好 稍放一点 我感觉我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大厨 就除了我一碗 你负责生产大厨所需要的东西就好了 我只能吃 我只能吃 要不要我再撕一点辣椒进去 好啊 好啊 这里 来 我来 我来 借我了 这个东西我估计可能只有在贵阳的菜场里面 会这样卖的 我觉得吃酸汤没有木姜籽 简直是真的没有灵魂 所以其实你觉得暗黑到底是折耳根 还是木姜籽 折耳根 对不啊 我觉得都很好 好一多出了一款折耳根的酸奶 对 我都去申请了的 那我们喝点酒吧 好啊 酸汤啤酒 最主要有酸汤酒 我有酸汤啤酒 最主要有酸汤啤酒 酸汤啤酒 没有 我觉得特别拉风 今天来酸汤的比拼 来 酸汤比拼 来 酸汤比拼 然后我说 我说 其实我们可以用红酸的方式 也做一个那种 就是像柿桃一样的重口味的酒 酸汤啤酒 折耳根酸奶 对贵阳人来说 越暗黑 越美味 你们可以尝一下我们农场的米酒 这个是去年酿的 我们家就是酒鬼型的 自己酿 酿来自己喝的 都要全把金我把 我妈说 你们是咋想的 真的有一段时间 我和我爹天天在农场蒸糯米饭 贵阳人几乎每家都自己酿酒做酸 酒和酸一样都不能少 因为那天说过了嘛 贵州的味道就应该是酸汤的味道 这个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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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碗天空你啊 躲开青云路的火爆夜市 本地老涛会去老城卡卡脚井烧烤摊 因为电藏的太深 老同学打赌路吃周深 开的导航也找不到 表妹 哦 倒了 好帅 贵阳人吃任何东西都要配战水 战水里充满了你意想不到的味觉爆炸 可能让你欲罢不能 也可能让你脑壳疼 我也是就是说 我就是说到就是你换 换微博投降啊 你有什么对你的粉丝宝贝说的吗 别管我 烧管我天 太高笑了吧 太压高就是 你太厉害了 然后你还查到女粉丝宝贝说 怎么想娶我 是快递啊 我娶你 我娶你真是好讨厌啊 可能真的就是贵啊 显然的意思 很多人好像昨天的时候 汗都特别不舒服 对啊 但是 但是 我一直在拒绝 人家一直在踢 就会把上面变得很尴尬 所以有的时候 我拒绝完一样 好吧 你汗我什么都可以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叫你二狗子吧 其实也如果我叫二狗子 可能就更红 而且每次一吃饭的时候 直奔主题就开始互怼啊 对 所以说我没见面 为什么 就 就那就是我们的日常相处 哈哈 真的我们一起去苗寨 千古苗寨那次在火车上 好了 哈哈 就在火车上 你要够了呀 你要够了呀 啊 就在那乱叫 然后微博就搜到 周深 他们今天在火车上遇见了他 好吵啊 哈哈 他们看着好像很开心 但是真的好吵 哈哈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从那一次之后 我们就说 因为那一刻他们其实都忘记了我 已经出道了 而且那个特别刚刚那一刻 就是我们在那遇到了一对叔叔阿姨 那群叔叔阿姨就把我拉到一个角落 藏锅给我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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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藏锅给我们听 我的朋友们呢 先走 哈哈 没有我们不是先走了 我们在旁边看 我们在旁边看 他们又在旁边 藏嘛 你就藏吧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在叔叔阿姨那边 中间给他们大家 正义献唱了一首什么歌啊 印山红是吗 还是是什么歌 我忘了 就对着千古苗寨 亮着灯特别漂亮 我在那儿 啊 夜半三个妖 进行了一场文艺演出 我跟你说 但也从内扣嘛 才突然发现 好像她是一个出道过了的 就发现 其实我们都是 我不知道你 但是我们至少是 从那一次心态就 变了 对对对 后来我们也是 适应了一段时间去 哎好像是的是的是的 在外面 至少说是在外面 还是要稍微注意那么一点吧 因为我不晓得 嗯 就像同事 就是要出生朋友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看像是所有的 工作人的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好像是从工作开始 你的朋友就不会再增加 或者是很难增加 你看就像鬼样 来来去去 因为只有找这么几个 互相的理解 应该是我们维持友谊 最最最大的一个动力吧 认真的吗 认真的因为 就是没有压力啊 这种友谊还蛮难得的 我们真的不是那种 时不时一定要随时 online聊天的那种 但就有 有的时候你在特定时期 你就会感觉你就会很想去跟他们吐槽 吐槽 就也许你不是 有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为了去吐槽完之后 得到一个答案 就之前他们就说啊看你 好像感觉发展是不是越来越好 但是你自己心里压力会不会很大 但他们并不是想让你去找他们倾诉 他们想说是 如果你实在没有人去倾诉或怎么样的时候 你可以找我们 他们会时不时的说这样的话 对但是很明显 我不需要他们 没有了 结账 没有了就是我不是那个喜欢把自己那么多 多 我不是一个那么喜欢把自己那些压力丢给别人的人 就哪怕是我前两年我最压抑的时刻 我在外面我还是一样哈哈 所有都自己回到家里去消化的 来来来来来 不要喝干酒 不要喝干酒 我们通过吃今天这顿饭我们发现了贵阳人的特点 说 你说 应该怎么形容他 批啊 批的不太狗 批又不狗形容他 因为贵阳人就是那种特别讨厌的那种嘴见 但是他又是 人又是很nice 特别幽默的人很nice的讨厌的嘴见 这是贵阳人的通信 就你也是这样啊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起对不起 他走了 看见没 他在掏钱吗 真的 后面聊聊 我想贵阳人是这个 还有什么别的觉得是贵阳人的性格 那么我们就继续跟着我们继续探寻吧 哈哈哈哈哈哈 天哪 就三十度差不多的 曾开面包车到罗马 也曾走遍中国的海岸线 来自小河敞矿区的贝宜在贵阳的文艺圈 是个无人不知的酷男孩 在路上面包车把人群聚集 哈哈哈哈 在贵阳 贝宜也想做欧洲式的救务市集 让全贵阳有趣的年轻人都在这儿相聚 所有人所有朋友能去到这儿来吗 现在吃我们最央的包的拍卖时间 好 你们这个笔记本 起拍价50块钱 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 我是 好 起拍起拍 有没有 有没有 OK OK 今天我们第二个拍卖的东西 小五五一灾 不一族的基因在贝宜心里流淌 旅途中邂逅不同的朋友 也让她与全世界相拥 今天朋友来家里吃饭 贝宜刚结婚 几乎是同时她妈妈车祸去世 好 大喜大悲之间 她们组成了一个新的三口吃架 感觉李山君赐给我们食物 被贵阳的名人 过气的 过气的没错 从小和开车开到罗马去的就是她 她 开了一辆长安之心 她就去了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你到底需要多少 你到底需要多少 我之前这个状态 我总是觉得我需要很多 我需要达到了一个状态之后 我才可以去开始做 那些可能我感兴趣的事 可能一般人就妥协了 我们总想着要拥有很多 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等我财务自由了 而贝宜没有等 我就去干我想干的事 她直接活成了 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 那是一个安慰人 那是一个借口 她的生活 她要想过什么的生活 那肯定是游泳 我们俩在那个白花湖 那个城堡上面 那天那天景色也特别美 已经夕阳夕上了 然后呢湖面上波光灵灵的 我们正好那个废弃那个城堡上 我们负责两个开始对话 就讨论一个 直接直奔主题讨论死亡 很奇怪 这个话题按理说 我是不想 永远不想在她面前 就开这个口 她说如果有一天 我先你要去 我说我在路途当中 会觉得意外了 也就是命没了 我希望你 一分钟都不要去悲伤 因为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可以说是在我内心里面 我一直没有虚度过光影 我同样的跟你一样 我说如果哪一天 在任何时候 如果我离开人世了 你也不要悲伤 因为我也是非常快乐 所以当她妈妈出世的时候 妈妈去世后 贝宜开车载着家人和朋友 到海南找到一片最干净的海 把妈妈的骨灰洒入大海 晚上开party唱歌跳舞 用另一种方式 纪念死亡 毕竟拥有这样的一个儿子 也是任何一个父母 都感到很骄傲 因为他 他说 这个天 这个家有我接管 就那 那圆化的 贝宜让人们在城市聚首 一眼逃离人群回到乡下 贵阳人在城市和自然的穿梭之中 打造自己的王国 严选你要跟我们加一点吗 农场是医院生活的主场 这是很多成女人向往的生活 哇 你好棒啊 那是蚯蚓 你会洗菜吗 叶叔姐 放假期间 两个孩子放养在农场 已经不愿再回世了 所以这里基本上是四个女人的天下 像生名远洋的老干妈一样 是女性撑起了贵阳的半边天 可以了 糟了 糟了 他们很聪明的 等一下我再抓一只黄色了 每个城里人都有一个田园梦 而真实的农场生活里 四个女人每天上演着 一地鸡毛尘土飞扬的农业戏 你拿你手上那个饭了 快哭了 快哭了 她跟我说 她说2500块钱两个孩子用不完 让我记账给她看 我说你直接去法院告我 说那个改离婚协议就行 看似美好的田园梦背后 其实是和你我一样一团麻的人生 一样要面对谋生的艰难 生命中的勾坎 没有人的生活是容易的 就这种情况 我妈妈是农村来的 所以我对土地情有独钟 从小就喜欢 我有一个小说 就叫我们 就叫我芬姐 叫她 她爸叫光哥 我家那两个孙 经常喊她阿公 杨丁瓜 喊我 不叫芬 小孩在创业吧 所以要艰苦一点 我们也要帮助她 她真的 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 真的很坚强 婚姻问题吧 不好说 自己一个人负担两个小孩了 也得老火 这些不用聊 看得看得到 虽然没有表达 但胡阿姨一直默默地在旁边支持着女儿 每次一宴去城里做活动 胡阿姨都会跟她一起去 胡阿姨都会跟她一起去 你可能以为被遗是个代业的游牧民族 然而现实中她是一所私立中学的地理老师 目前她主要经历是在设计游学路线 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可以让人开阔 这是她的公路教育 大家坐近点 只有我们宿舍的大家住校的这些朋友们在 对比这两个一个视频一个电台 有没有什么感受 然后为什么 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去传播自己的思想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早点离开父母 早点成年离开父母 学了更多东西 然后回来该干嘛干嘛 这是不是所有人都在一个阶段会经历的 说一点啊 我觉得离开父母和爱他们没有互矛盾 这个一定要把握住 别我恨那么我再离开他 这事儿有点费劲吗 是吧 就是跟大家说 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生命中某个阶段 都是想摆脱一个 因为我们 就是在家里 外表叛逆的贝宜 其实对家庭有着温柔的感情 她希望叛逆期的学生知道 自由和爱并不矛盾 天啊 这个车上牌没有变 吃完饭和老友走出来啊 母校就在附近 三个人决定回母校看看老师 哇 这是我读书社就在的地方 天啊 老板 我想哪里 我怎么到老板 我们怎么到 还有一家小买部啊 是啊 Gaby不是又一家买东西了吗 Gaby又一家 天啊 这就是我来小生时代走的路 只有在贵阳 周深才能这样肆意地一聚一个天 这是只有在故乡才有的放松和安全感 什么呀 数都长高 我还没长高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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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高中多高 没能区别 都搬不回来 人家都给你远回来 你万不给哪个机会 我远远的地方变 当我一直都以为我很爱 只当我遇到了你们 我现在要找攻击来 你看吧 你在 我们现在接点开吧 你猜 你个事啊 天台啊咯 《天》 但太吃亏了 三二一 咱俩能狠那咯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 老老老老老 老学长周深 毫无防备 见老师便成了 学弟学妹的见面会 这里也是他梦想 最初的起点 这个阵场是我 当时参加 校园十家歌手的舞台 然后又回到 这里的母校 又回到自己的这个 梦最初开始的那个舞台 然后那时候穿的也是跟大家一模一样的校服 然后也是放的那个就是喇叭 一下会呲爆掉的那个音响 当然校长们 我不是在吐槽设备 因为这个设备真的不适合唱歌 我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当时我们十大歌手会在这儿比 那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 三巡什么时候 三巡什么时候 你考完试之后 就等疫情全部过去之后吧 而且一定会想回到贵阳来 对 怎样才能抢到你的微博前盘啊 少看电视 少玩手机 多读书好不好 你以前成绩怎么样 我以前成绩怎么样 我听不见这个问题 好扎心啊 首先成绩肯定不会很差 如果很差也不会到六中来 每个人都有一个低谷和那个低谷期 然后我想问你在那段时期是凭借着什么样的信念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爱好 去把自己的梦想坚持下来 因为我觉得对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也很需要这个东西 嗯嗯嗯 没有 谢谢你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刚出道的前三年是我的低谷期 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发现我作为一个歌手 但是我没有自己的作品 我没有一个可以唱更多地方 更多歌曲的舞台 哪怕那边那种可能大家会觉得 无法想象到的舞台我都是去过的 可能像街边啊或怎么样 到现在我可能可以开自己的演唱会 所以一定是会有低谷期的 但是怎么度过呢 庸人自扰 那些问题真的是你自己给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低谷期不要害怕 每个人都会有 还是那句话跟自己合计 作为歌手 开过无数见面会 但是学弟学妹的困惑最打动他 今天周深的话很多 谢谢啊 因为回答他们 就像回答那个17岁的自己 能够好好的在我们六中度过青春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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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这三年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 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直去努力 请大家相信我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鸡汤 但是我虽然现在没有很成功吧 但是我现在很开心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也是这样一直努力做到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们认识我 谢谢 有一个特点我发现好像孤阳人都有 就是突然大家聊天内容里面 出现了一句类似歌词的东西 你就会把它唱出来 因为大家真的很爱没事 就唱起歌来 比如像自己有些唱法 在歌里面的唱法 有的时候都比较像少数民族 歌在叶朗谷 在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有的人的发声方式 我发现 怎么我的发声方式跟他们有点像 我在想会不会也是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些 可能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对我来说 这唱歌语音 这都是冥冥之中去影响到的 就这东西都注意不到 贵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 能歌善舞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基因 贵阳高坡苗寨大家正在在歌在舞 很多苗族谷歌里都有关于苗人祖先迁徙的歌勇之词 它有一套对面对生死的一套一套意识 这一些人知的东西在里面 动脏正是先人一代一代梦想重返故土 以便扶旧还乡的方式 族人逢年过节便有跳动 在洞中跳炉声舞狂欢 让逝者得以因生者而喜悦 有一种世外桃源叫贵州寨子 苗寨是激情的 洞寨是柔情的 端午节粽子销售寄到了 一眼开车三百公里来洞寨 拉座挥纵的糯米 洞寨被大山环抱依水而兴 上百年的木制建筑比比皆是 安静中听得到虫鸣鸟叫 是都市人心目中的田园木歌 村民只吃本地糯米 认为本村香和糯米 是世界上最好的糯米 一眼最初卖粽子 也是为了帮这里的村民卖米 这是采打的吗 都还是烫的 你闻了吗 香不香啊 香的 对于拳头上能力人 胳膊上跑马的贵州女汉子来说 康米是件小差事 我看我提不提的东西 86斤的 可以 可以 不是一样好强 是因为爸爸越来越老 他要把自己锻炼成农场最壮的劳动物 我真的现在是力气越来越大了 我们洋大锅 我爸吗 我爸米越越你好 我爸不行了 现在我和你爸 没人不行了 你们是还有多久过 韩天姐 我们还要三个月的时间 对啊 你们是六月十五 六月十五 对啊 我们今年一定要来过 如果没有不准我们来 我们还是想 到时候再通吃吧 我坐这个车 我坐一下我 伊燕坐在装满粮食的敞篷车后面 像大将巡视战场一样 巡视自己合作的村庄 那个绿色的拖拉机旁边 可以了啊 吴大哥 这个是我没用香河洛酿的 你拿回去尝一下 我泡了刺泥的 我去 这个去年做的 尝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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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宫市 喝酒唱洞足大哥 才是正经事儿 对伊燕来说 卖米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跟村民的交情 还有一起喝酒 妈妈 你们在这儿干啥 你是 你们在干嘛吗 那儿 我们要拍抖营啊 不是 晚上被摄影师 开车送回来的伊燕 带着醉意 投入下一场欢乐 你们真棒 过来杨夕啊 在这里坐着 看着妈妈 醉意里的手帖 这样甩 送给你 送给你 看到没有 这首歌不用笑 这首歌唱得有点苍伤 有点忧伤的那种感觉 开始了 拍抖音最初是想卖农产品 但粉丝不多 但他们也不在乎 卖不卖产品不重要 欢乐本身更重要 就把这首歌送给老阿婆 天哪 我好笑 好可爱啊杨夕 你太可爱了 好可爱 贡业 超过最小的 好